欢迎各位来到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力行 为了要彰显我们向前行的特质 我们今天请到了 当然看起来比我年轻非常多的特别来宾 他是谁呢 他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也就是在基隆那个新开的馆 的展示教育组的主任 陈立淑 陈博士 但是陈博士在为我们介绍 他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展示教育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介绍陈立淑的专场 他其实是很早期的女生 但是是潜水的潜水员 那他在应该讲 跟他非常类似的美丽的珊瑚礁鱼类 中间有很深的研究 我不要再讲话了 让我们真正去见识到 陈立淑 陈博士的海洋世界 陈博士请 方老师好 然后各位观众好 我是陈立淑 我现在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展示教育组服务 然后陈卢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 然后我目前就是我的工作 就是在做展示推广教育 那我自己的专场 我是做商务教育类研究的 很难想像 当然我们访问你们还是有女生 但是怎么样的一个女生 会进入海洋 然后又进入水里面呢 这个你怎么进入这个领域 一定是只有你自己能够为我们说明的 那就为我们讲一下吧 好 其实会进入海洋这个领域 这个故事说来就很长 那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家庭的影响 那我爸爸他本身 他就是人家俗称的黑手 然后可是他很喜欢钓鱼 所以大概周末我们小时候 大概全家大概就是到海边去玩 到西边去玩 那当年在考大学的时候 我们知道就是考大学的时候 都要填志愿 那其实当初我是念甲祖的 所以我的第一志愿 其实是大气科学 可是因为第一年考试没有说很认真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如果第一年大气科学的科系不理想 那我讲第二年我就要考生物 不过很巧的 那时候在当年家族里面 唯一的生物就是文化海洋系的生物组 所以我就填了那么一个系 没想到我考上之后 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因为其实我们全家人跟着我爸爸到海边去 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海 然后后来是全家人劝我 你就不要重考了 你现在已经念申物了 反正你明天重考也是要念申物 那今年反正就已经申物了 而且是海洋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那么喜欢海 那你就去念吧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经济海洋这个领域 等于是带着我们全家人的梦想 去到海洋 那的确也是这样 我现在不论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潜水 或是做什么海洋的活动 其实我们家人都分享我所看的 我所见的这样 刚才陈博士告诉我 他怎么进入了海洋 但他没有告诉我的 他又怎么进到海底的呢 一个女生他怎么会换上潜水衣 跑到外面去晒太阳 然后最后悠游在海洋中间呢 陈博士要不要为我们讲一下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妙 那因为我们当初在念 那个文化海洋系海胜组的时候 然后学长就讲 所以念这个系的人 每个人都要会潜水 那我们就是属于那种乖乖牌的学生 所以在大一的暑假 大概是民国71年的时候 我就去学潜水 当我去学潜水的时候 我才吓一跳 原来在潜水的领域里面 其实大部分都是男生 所以我变成是成为台湾 很少说在早期 就是参与那种潜水工作的女生 那后来之后 研究所又有机会继续潜水 所以就变成就是 也不是很刻意 不过就是不小心就成为 就是比较早一批的那种 女性潜水者这样 对我所了解的话 您的潜水研究 也跟很多的珊瑚礁鱼类有关 这个才是我们更关心的事情 我们当然喜欢美丽的女性潜水员 但是我们其实更关心的 就是海洋中间的鱼类 您这么多年来做 珊瑚礁鱼类的研究 能不能够把你经历过的 台湾珊瑚礁鱼类的一些特性 或者后来你在念博士的时候 好像在澳洲 那个也是我们珊瑚礁鱼类 研究的圣地 对不对 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介绍 那因为其实因为当初 我寿司班是跟中院院少广招老师 我是他第一批的研究生 那老师的研究里面 就是做很多珊瑚礁的 一个生态的调查 那时候都是帮 那个核能电厂 做所谓的生态调查 那可能是就是我最早期 接触珊瑚礁这样的一个生态 你做核能电厂 为什么跟珊瑚礁的鱼类有关呢 为什么跟珊瑚礁有鱼类 因为核能电厂那时候 大家非常关心 说核能电厂到底对生态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影响里面有很多 包含说是对生物的影响 对水质的影响 那在萨尔斯的实验室里面 我们最主要负责的 就是在监测 在鱼类它的整个群聚 就是它的数量 种类的变化 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那个是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计划 所以当年我们做的 我们实验室是持续 一直都在做 核能电厂附近的生态的调查 尤其是我们最主要的调查点 是在核能山厂 就是在墾丁那边的一个 后壁湖那边的一个监测点 好 那我们这个节目是 介绍知识所以百无禁忌 所以当年你们做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说 核能电厂他排出来的 一般来讲都认为 它的温 比较高温的水 是会对珊瑚礁的鱼类 造成直接的伤害的 尤其是对子质鱼类 就比较小型的鱼类 就是小鱼啦 就是幼鱼 因为它会被吸进去 又会被比较高的水温 在烫到 我用烫到这个字是不对的 这专业当然还是你啦 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 你们后来做的结果 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那时候的硕士的研究 我们就是叫做 子质鱼高温刺死的一个研究 因为当初就是有考量到说 我们一般讲 核能电厂 它吸进来用的冷却水的时候 它会对鱼类有两个影响 就是比较大的鱼类 我们叫做撞击 就是直接鱼就被 它有一个笼子 就是水抽进来之后 有很多鱼就被 怎么讲 就是随着冷却水进来 那就会被 人家会受到撞击 然后就会死掉 那另外一类就是 比较小的鱼 或是鱼软 它会随着冷却水 然后到比较内部去 那时候的温度就会比较高 那当初 我们的研究 我的研究最主要就是在研究 就是说 那鱼类对于那样的温度的变化 是不是能够承受 那当然 我们所谓的冷却水 因为真正在核能电厂方的冷却水 最靠近那个核心锅炉 那个温度是很高 那我们一般 它抽取海水的那个冷却水 是一个在外面那一圈的一个冷却水 其实温度都没有那么高 所以至少那时候 我的硕士论文做出来的结果 应该鱼类大概都还是可以 可以忍受那样的一个换位 不至少您可以用很科学的研究 来告诉我们 我们一般对电厂冷却水的疑虑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结果了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您刚刚讲到 后来也到了澳洲 那在澳洲的潜水的经验 或者甚至你研究的经验 又可以告诉我们一个 什么样不同的世界呢 我认为澳洲 其实我去念博士班 我必须承认 我那时候去念的时候 我才发觉其实我们国内的 整个研究的水平 其实是不足澳洲 可是我到澳洲去 对我真正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在大宝礁做研究 那我在大宝礁 大概前后四年 我大概请了大概300只的瓶子 然后为什么说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以前我们在台湾潜水的时候 我从来没看过鲨鱼 所以当我第一次到 那个大宝礁去潜水的时候 我看到鲨鱼的时候吓一跳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前辈 包含说邵老师 或是我们主持人方老师 他们都会提说 珊瑚礁区应该要有鲨鱼 可是我们看都没看过 甚至于我们那时候到东沙去潜水 大家都预测会看到鲨鱼 可是我也没看过 可是我真正第一次看到鲨鱼 是在大宝礁 那时候我才真的相信说 一个完整的珊瑚礁区 其实应该是有顶层的猎死者 那不只是鲨鱼 我们讲说大家最喜欢的小丑鱼 那我们一般我们在台湾潜水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特意去找 才会看到小丑鱼 可是我在大宝礁的时候 它在潜潜的地方有一种 在比较潜水域的那种小丑鱼 大概三四米 那等于就是说你浮潜就可以看到的小丑鱼 那在大宝礁那边是到处都看得到 可是在台湾看不到 这讲话也不对 在台湾就是在和能电厂 入水口那边受保护 没有被干扰的地方 在三四米的地方也有小丑鱼 等于是说我在大宝礁是 让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 原来因为没有干扰的 珊瑚礁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以前我跟少尔士前学生 老师常常跟我讲说 历史 嫌珊瑚礁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对我来讲 我是不能领会 所以对我来讲 那个是真的是蛮震撼的 那当我自己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会更清楚地知道 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刚才陈博士讲了一句话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它在台湾 比较难看到的小丑鱼 但是是在和能电厂的入水口 和能电厂不是一个 大家都认为是 生物会受到破坏的地方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你刚刚也提到了 在三四十米的地方 也看到了这种小丑鱼 这种非常难以连结的东西 要不要请您就在这个节目里面 为我们解惑 那因为它最主要的差异 为什么 因为和能电厂它最主要是抽水进来 可是因为它常常在抽水 所以一般民众其实是不敢进去 因为平常水流是很强的 所以它意外的 它就变成一个 怎么讲 就是意外的一个保护区 所以像少老师针对这个区块 他们也有出过相关的出版品 去介绍这个区块 你可以讲说台湾环境最大的问题 就是人为的干扰 所以一个地方 本来我们认为和能电厂 对它会有干扰 实际上和能电厂 因为没有人可以进去 那个地方只要没有人干扰 它制造就会恢复到 它自己该有的样子 所以那个真的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陈教授告诉我们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 他还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要告诉我们 但是呢 就要下节才能够讲得清楚了 我们待会见